捷运站出口两侧 以城市悠游为主题的作品 画风充满童趣 加上鲜艳色彩 为大车民众带来好心情 这些可都是出自习汉儿之手 以公益出发的社会企业 点点扇公司 把新制受限者自由笔触 经过设计师转化 改变城市风貌 在2016年获得台北设计奖 视觉传达设计金奖殊荣 这样子的图像可以拿在 运用在其他的品项上 我想这次在商业模式上面 的增加 另外一个当然 在这个奖项上面 也有一些费用经费 得奖的经费 那也让我们有这个 持续继续将这个作品 做得更好的动力 比赛奖金让社会企业 可以持续运作 设计理念还能做成商品贩售 台北设计奖鼓励设计师 展现创意 今年除了原有的工业设计 和应用精进等奖项 还多了共融设计奖 以油具和油气场设计为主题 反映社会实质需求 另外评审团也改采 召集人质 由业界寻找专业领域人才 与国际趋势接轨 这都是希望让这个设计 能把他的这个专业 真正去面对整个社会环境 面对整个社会需求 实质的展现 所以我们也期待 有更多的这个设计领域人 一起来参加 去年台北设计奖 取得三大国际社团认证 吸引全球63个国家 共4757件作品参赛 其中国际作品就超过7成 市府希望借由比赛 让国内设计人才 拓展国际观 成功创业 也让设计 推动城市发展 开播在台北数位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导